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启冲 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新闻 我真的是顶不顺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新闻就是我们的首相Sabri 他昨天他会见了一班中东佬 然后那班中东佬 他就说 这个首相 他非常厉害促进 马来西亚的国民团结 各种种族之间的团结 然后他成为了国际的典范 我一看到这新闻我就在那边 哈 他这些中东佬嘴巴口中的这个Sabri 跟我们的Sabri不是同一个宇宙吧 应该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Sabri吧 怎么这中东佬讲的东西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认同的 OK 我就举出一些例子 我举出一些Sabri做首相前 跟做首相后的新闻 Sabri做首相之前的新闻 你们看一下 OK 他曾经警告过这个董总 你们董总要记得这个513的教训 不要要求到太过分 不要忘记这里是马来人的土地 还记得这个新闻吗 OK 然后再下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也是很洪洞的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流碟广场有个偷手机贼是有族了 然后那个事件就触发了很大的风波 然后之后他就很大声的说他要设立流碟二广场 然后完全是给土著的没有华人的 OK 结果这个流碟二流碟三全部倒落完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了 OK 然后还有个新闻 还有新闻也是很洪洞的就是他做农业部长的时候呢 他曾经有说过如果华人那些的大商家呢 还不要把物品降价的话呢 他就呼吁全国的马来人被一个华商 这个事件也是闹到满城风雨啊 这些都是他做首相之前的事情 OK 我现在来讲一些他做首相过后的事情 他做首相过后有很多事情了 但是我随便挑三个来讲 OK 你们看第一个 他这个好笑 这个他说 现在那些购物商场啊 那些 非常黄金的地带啊 没有土著商家 他说呢 应该这些黄金地带呢 要留一些固打给那些土著商家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那个Mid Valley啊 KLCC啊 Sunway啊 那种最大的商场啊 Ground4啊 最黄金那些地段啊 全部要固打起来啊 留给土著商家 你可以想象吗 OK OK 这下一个新闻就是 啊 这个Sable呢 他也是说呢 要继续 推行 那个土著 房产固打 房产固打呢 不是说不可以 他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呢 我告诉你 在执行上很有问题 以我多年的观察了 我发现到了很多发展商 他们被逼要留这个这个土著固打 但是呢 他们那往往啊 是整个花园的物质都卖到完了 就只剩下那几间土著固打的物质 卖不出去 然后在那边放两年三年 两年三年时间到了过后 然后这些商家呢 又去跟州政府申请 要开放那个土著固打 然后开放土著固打了过后 才可以卖给非土著 兜兜转转 等了一个两三年 结果呢 那些非土著要买这些物质呢 还要用更高的价钱来买 为什么我这么清楚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就有经历过 我在居然 我以前买的第一间物质就是这样 就是呢 我买的就是土著单位 也是等了几年过后开放出来 结果我要用更高的价钱来买 所以在执行上这个行不通 因为到最后啊 你兜兜转转 你麻烦了全世界人啊 可是到最后土著也没有拿到那个房屋 啊 OK OK 来 在下一个新闻 在下一个新闻呢 就是说呢 他说 现在马来西亚 华人跟马来人财富啊 相差四倍 四倍 所以呢 要继续推行强化土著经济政策 啊 OK 他讲这个 马来人跟华人之间的经济相差四倍 我只想吐槽一句就是呢 华人的钱啊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阿公给的 是靠自己的 亲手赚回来的 血汗钱来的 啊 没有人给的 自己赚回来的 啊 不是偷不是抢不是骗回来的 都是自己赚回来的 啊 一样有足的钱呢 也是可以自己赚回来的 看怎样赚罢了 OK 而且呢 你说这个相差四倍呢 啊 其实也要看啊 啊 我不否认啊 马来的最底层啊 的确是很穷 但是你看一下那些巫统的高官子弟 啊 他们住的屋子几千万了 啊 驾的车也是几百万了 啊 每天出国旅行 老婆三四个 啊 你们不去看 啊 你去看一下那些巫统权贵们 盆党们 他们过着怎样紧一一十九十六龄的生活 啊 跟那些广大的马来基层相比 你自己想一下 啊 所以 其实这样说呢 是不大公平的 啊 虽然说很多马来人还是很穷 但是啊 最有钱那些马来人啊 比华人还要有钱 啊 只不过呢 华人有钱的是做生意做来的 那些巫统那些有钱是怎样来的 你们自己想一下 啊 OK 好 好今天我总结一句就是呢 我们首相曾经做过这些事情 然后他还可以被那些总统老吹捧神 他是可以团结所有民族的 他是一个国际典范 我们在想 这个是我们认识SAPRI嘛 啊 好像不是 哈哈哈 OK 不要紧 还有个更加搞笑的 今天我最后的压轴彩蛋 来 大家看一下 SAPRI说 我们马来西亚2025年 将会成为高科技高收入的国家 2025啊 你听好啊 今天是2022年6月30号啊 2022年已经过去一半了啦 明天就要进入下半年了啊 啊 距离2025年 我们还有两年半的时间 两年半的时间 我们就要变成高科技高收入啊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等还有两年半很快不了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